要来抓两张一模一样的鱼片 什么意思 来各位请看 我们在视讯鬼 视讯鬼 你呢 从婚纱罩里面 去抓一张出来放 哪一张都没关系 那我们还是一样用四秒就好 富蝶鬼也一样抓那一张 富蝶鬼也请你呢 一样呢 抓那一张 抓下来 把它放好 一样是十秒钟 把它抓回来 好 可是呢 你会发现 两张也会一样大 对 没有一样大 视讯鬼啊 你不能改它 我们要改的是富蝶鬼 所以请各位看一下 富蝶鬼呢 你如果 注意看哦 你如果用我们所谓的 这个显示全图 你会变形 它会被拉扁 所以呢 请各位呢 可能不要用这个方法 好凡不要用这个 直接显示全图 你呢 直接呢 在这个富蝶鬼啊 这个点两下 去把它呢 在进阶动画这边啊 请各位呢 打开这个功能表呢 把它变成百分之百就可以了 它就扩大了 它就扩大了 它就从正中央往外扩大 好 记得 老习惯 这边啊 做 复制 这边啊 做贴上 点一下以后 做贴上 好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按确定 所以呢 请你把这个大小改成百分之百 OK 这时候呢 应该呢 就一模一样大了 好 这样了解了 所以请各位呢 看一下 现在呢 我在这边等各位 赤讯鬼 跟蝴蝶鬼 两张 一模一样 都是十秒 然后请你把蝴蝶鬼的大小 改成百分之百 请开始 看 为什么 我们要请各位 用两张一模一样的 摆在 蝴蝶鬼 呢 各位请看 第一个 把特效 加在 蝴蝶鬼 蝴蝶鬼 是压在下面的 所以 请各位呢 去找一个特效 压到 把它加到蝴蝶鬼 好 抓 抓这个 按住 抓到 蝴蝶鬼 手放开 所以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蝴蝶鬼 有效果 有 蝴蝶鬼是有效果的 好 记得 蝴蝶鬼 要的是 特效 你的蝴蝶鬼呢 把特效 加 进来 然后呢 去把你的蝴蝶鬼 去把你的蝴蝶鬼 点两下 好 开始 注意看哦 把你的蝴蝶鬼 点两下以后呢 在这边 选 遮照 彩度 这边 请各位呢 打开 套用 蝴蝶 选项 这里 记得 这边要选 遮照 画格 遮照 画格 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征照给各位 有各式各样的遮照的造型给各位 看你觉得哪一种你比较喜欢 好 那么呢 我们啦 就用这个就好了 我用这个啦 你们自己选 看你看哪一种 你点到它以后 它就知道套用了 点到它以后 OK 这样子就可以 来 我们用专案 看一下效果如何 好 好 来 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不管旁边怎么换 中间都不会换 有没有 外面的婚纱公司 抄外这一套的 好 抄外这一招的 好 就像那些什么 别一样 假科啊 结婚吃桌子 有没有 大家用这个 大概就这样做 这样会了吗 我再讲一次 第一个 视讯鬼 放特效 复蝶鬼 放什么 视讯鬼 要放特效 复蝶鬼 放什么 放 遮色片 遮罩 打勾之后 记得这边用 遮罩画格 点遮罩画格 以后 里面选 看要选哪一种 好 选这个好了 也可以 选这个以后呢 各位注意看 白色的部分 跟黑 它只有黑白 两个颜色 白色的部分 就是保留 让你的 附蝶鬼的东西 看得到 黑色的部分 就变透明了 你看喔 部分 这边呢 黑色的部分 变透明以后 它是不是就透下去 看到底下的 视讯鬼的 动画了 懂这原理喔 嘿 我讲的很大声 所以你应该还记得 我刚刚讲什么 等一下你再仔细思考一下 白色的部分 对附蝶鬼来讲 就是保留 看得到 所以你看到两个人 是完整的 黑色的部分呢 就是 变成透明了 那 附蝶鬼的部分 变成透明的部分呢 它就会透过去 看到底下的动画 所以呢 整体来看 你就会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特效 中间保持不动 旁边呢 就产生了动画 它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啊 产生 一个结合起来的特效 来 做给各位 其实呢 把它完成 所以用一个很简单的结构 跟两个结合起来 特效加上遮瑟片 那就是 不简单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一个小时到我们休息一下